美国要求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由美国多位资深前检察官及调查人员向媒体指出 华盛顿真正的目的并非要孟晚舟锒铛入狱 只是想借此胁迫她吐露有关华为的机密 以及了解北京对科技公司发展掌控的程度 这些情报资料对华盛顿政府更具有价值 美国一再指责华为以5G网络发展掩饰间谍活动 为北京政府盗取各国商业机密构成安全威胁 但华为与中国政府均再三否认 纽约前联邦检察官艾克曼认为 华府借拘捕孟晚舟目的是套取重要情报 摸清网络安全危机的深浅 这比把孟晚舟下雨更有价值 纽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艾克曼分析 我认为他们的目的是想知道华为正在干什么 华为是否真的渗透美国公司 盗取商业机密以及秘密资讯 以及华为是否真的问北京政府做间谍 美国的目的不只是要她坐牢 而是要她土石 希望得到她的合作 此外联邦调查局前助理局长 现在是顾问公司Navigant总裁的坎贝尔也表示 孟晚舟如果为了避免入狱而透露华为的内情 将让美国更清楚地掌握多个范畴的国家安全议题 包括德西其他非法活动及目标人物 另一位前联邦检察官莫雷诺也表示 接下来要看白宫的回应 即使白宫干预 孟晚舟最后可以返回中国 但无论如何 这次事件都已经向北京提出警告 多余真的要检控孟晚舟 受春节假期高基数全球经济放缓等因素影响 中国二月进出口数据远逊预期 其中出口降幅创三年来最大 结合前两月外贸数据看 进出口同比均呈现各位数下滑 分析师认为 尽管中美贸易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但外需较弱 不确定因素人多 中国外贸短期继续承压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 以美元计价二月出口同比下降20.7% 创2016年二月以来最大降幅 专家表示 中国进出口双降的态势也反映出 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放缓 以及国内需求疲软 加之 中美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 不确定的因素较多 预计今年外贸整体态势都不乐观 二月PMI和贸易数据均显示 当前经济中向上和向下的力量 正在激烈的博弈 经济尚未到起稳的时候 出口大幅度下滑的消息 导致中国股市大跌 星期五收盘时 上征指数暴跌4.4% 市场一些观察人士说 中国需要加大刺激经济的措施 他们预期 未来几个月 中国对外贸易将继续趋于疲软和萎缩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8日 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美中尚未确定两国首脑 为解决贸易争执而举行峰会的日期 并且双方都不觉得应该立即达成协议 布兰斯塔德透露 双方也没有再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峰会做准备 本周早些时候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 美中两国可能很快达成一个贸易协议 该报道说 北京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产品 化学品 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 美方则考虑撤除自去年开始 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 报道透露 经过2月份的谈判 美中间的一个贸易协议已经成行 但他们同时警告 双方仍有很大的分歧 并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 布兰斯塔德最新的表态明确指出 在准备川习峰会前 双方谈判官员需要进一步的缩小各自立场上的差距 包括如何执行潜在的协议 他说 双方一致认为应该要取得显著的进展 意思是说 他们要有即将谈成了的感觉 布兰斯塔德说 双方现在还没有谈到那个地步 但是比前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双方目前的确取得了进展 据路透社报道 针对一场严重威胁特鲁多政治前景的重大危机 加拿大总理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否认曾经干预司法 并没有低头道歉 只是说已经吸取了教训 当天召开的记者会上 特鲁多回应外界指称 前司法部长王周迪受到不当压力 要他帮助建商逃避一项刑事审理 特鲁多表示 我们的体系 我们的法律 政府机构的廉政没有任何的瑕疵 自己向来没有任何不当的施压 这场政治危机已导致 王周迪等官员及特鲁多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相继辞观 特鲁多同时表示 这当中包含许多教训 很多事情我们原本想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并称 他应该更早点发觉王周迪不开心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3月8日在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上 被要求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 宣布控告美国政府做出评论 王毅表示 我们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 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 不当沉默的羔羊 王毅还说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美国政坛普遍认为 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亲密 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 与此同时 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继续受到关注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 中国驻外使领馆不久前接触了一些西方著名的报刊记者 向他们派发了华为公司发出的采访邀请函 帮助华为应对当前的公共关系危机 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说 不会禁止中国电信商华为参与德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 但会要求所有相关电信商满足更严格的安全标准 阿尔特迈尔7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 被问到政府是否会计划禁止华为参加德国5G网络建设的招标 他回答说 不会 我们不想排斥任何公司 阿尔特迈尔表示 德国政府将修改法规 确保5G网络的所有设备和部件都将是安全的 不会违反数据保护规则 此前 德国内政部 外交部和情报部门都主张 禁止华为参与德国5G网络建设 但是经济部和工业游说团体说 排斥华为公司可能会导致德国5G通信网络的建设被推迟多年 并对国家经济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 作为颁发5G网络营件商证书程序的一部分 德国预计会在这个月晚些时候开始招标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表示 如何建立5G移动通信是每个国家的主权 但是美国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睁大眼睛 看清华为技术带来的风险 彭博社3月7日报道 美国专利商标局下设的知识产权亭表示 正式结束中国华为与韩国三星电子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3月5日 华为与三星电子正式要求知识产权亭结束两家公司的专利纠纷案件 此次达成和解的专利纠纷是与移动通信网络维持方式相关的两件专利 2016年5月 华为以三星侵犯华为在4G通信标准相关专利为由 在中国以及美国法院对三星提起诉讼 指控三星未经授权使用其移动通信技术 2018年1月 中国法院判决三星败诉 同年4月 美国法院宣布中国法院的决定无效 华为提及上诉 按照时间安排 美国法院交于2019年9月进行裁决 但华为与三星达成了和解 双方持续近三年的专利纠纷正式划上句号 由主要半导体厂商组成的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1月的全球销售额同比减少5.7%至355亿美元 市场规模时隔30个月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主要原因是 中美两国尤其是中国对半导体的需求同时出现了停滞 日本经济新闻8日报道称 美国互联网巨头对数据中心的投资 以及中国的自动化投资热潮等 支撑着近半年来半导体需求迅速扩大 但这些主角同时陷入停滞不前的状况 文章特别提及了 中国半导体汽车和工厂自动化的需求急剧下滑 对于半导体厂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棘手问题 前川普总统竞选总干事马纳福 7日因税务和银行欺诈罪被判47个月的监禁 他在庭上向法官陈勤 希望法官轻判 但马纳福依旧态度强硬 并没有对所犯下的罪道歉 即将满70岁的马纳福健康状况不佳 7日身着绿色的欲求服装 坐着轮椅进入维基尼亚州东区联邦法院 他在庭上对主审法官爱丽丝说 过去两年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 设置一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用受尽侮辱和羞耻都不足以形容这种感受 我知道是我的所作所为 让我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在要求法官同情的同时 坐在轮椅上发言的马纳福 并没有做出任何道歉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satan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